新西蘭總理希普金斯訪問中國 兩國在28日發表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 聯合聲明指雙方重申根據聯合國憲章 尊重彼此主權和領土完整 新西蘭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 雙方同意在近期外交、經貿、國防領域對話基礎上 加強食品安全、農業、海關和經貿便利化 科技創新和執法等領域的合作 雙方將在2023年內 啟動服務貿易負面清單談判 而且雙方同意就一帶一路 倡議合作保持溝通